港府常说会加快建屋速度,但多年来都是指纹楼梯响未见有人来。 根据运房局资料,6月份私楼供应比3月份减少了3000伙或余百分之三,再者新冠肺炎近月肆虐,港府官员全部或局部在家工作,影响了审批房屋建筑工程,令供应量下降,疫情未消除,加速建屋市空谈,新单位难以大幅增加,短缺是长期常态, 亦正今年首季在香港爆发之时,港府有不少部门员工都要在家工作,许多正常运作都要停摆,令建屋工程施工量受到很大影响。 不久前,运房局公布,截至6月底指,未来3-4年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量降至9.2万个, 比较3月底的9.5万伙,减少3000伙,以3年计每年小料1000个单位,以4年计每年小料750个单位, 形成买小件小局面,上半年私人住宅累计落成量为1.1371万伙, 较去年同期约5734伙增加约98.3%,相当于今年全年预测数字2.0854万伙, 约54.5%,以分区计,今年落成单位大部分集中在新界区,有9561伙, 占比约84.1%,至于港岛及九龙区则分别6105及805伙,占比约8.8及7.1%, 但7月份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爆发,部分政府部门又要在家工作, 令不少建屋程序审批又再停顿,影响到底有多大,要日后才知道, 港府房屋建设工作一向都是追落后,无论是供应房屋益或私楼供应都是远远落后于需求。 港府将公私营建屋比例由6比4修改为7比3, 但公屋轮后时间由2012年的2.7年,增加至现在的5.5年。 主因是土地短缺,公屋供应一直落后,私楼基本上供应不足, 在修改比例之后,更仍短缺,但公私营房屋还是大大供不应求。 在未有疫症之前,香港房屋问题依然日益严重, 现在新冠肺炎来袭,港府建屋相关部门久不久便要停止运作, 影响到建屋审批和建设速度,将会造成市场需求越来越大, 更难输解,港人讲求安居落叶,即使楼价贵仍尽力上车, 土地不足令房屋供应一直要追落后,有时令人气馁, 感谢观看